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个博主啊叫做沪晨峰 相信很多的网友之前在视频平台当中啊 看到过他的一些视频 这沪晨峰现在在中国大陆呢 流媒体平台当中 或者网络平台当中 只剩下一个B站的平台 而昨天的时候 沪晨峰在B站的平台当中 正在直播跟网友进行互动的时候 一位网友在跟他的直播互动当中 直接问他 说沪晨峰 你觉得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 这种人疯了吧 这种人 这种人是不是疯了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 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 有人找他 这种人疯掉了这种人 你怎么能违反直播规范呢 我的天哪 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第一时间给他挂掉了 这种人 你自己承担自己的法律后果 我的天哪 这种人太可怕了 这种人 马上护城峰就把跟这个网友的互动直播赶紧掐掉了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B站 以护城峰身体不适为由 给他停播了三天 所以在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当中 有意识的去搜索 护城峰 居然发现护城峰的账号在中国的网络平台当中已经完全搜不着了 即使搜着了官方告诉你 基本上他已经封号了 所以我玩过就说啊 这一次是不是不成峰的竞争对手啊 同样是在中国做互联网的网络直播主 对他进行的恶意的攻击 估计啊 将来中国大陆互联网直播当中的恶意竞争 又加上了一个利器 就是只要你去攻击 只要你进对方的直播平台 你打字也好 说话也好 最好是说话 直接说习近平怎么怎么样啊 习近平是不是独台者 把一个习近平的名字跟威尼熊的照片放在一起 就有可能被网络彻底的禁锋 看来啊 这个中国网友是找到了彼此相杀 恶意竞争的一个法宝 一个利器 那就是习近平是什么什么什么 估计啊 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当中 在直播的时候 你只要提到了习近平这三个字 那估计啊 都是凶多吉少 就在昨天的时候 中国小红书上面一名导游啊 说自己呢 带了一个外国旅行团 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旅游 结果啊 一不留神 他团当中的这个国际游客 就被中国的公安给团团围住了 他说永远都猜不到 你带一群国际游客啊 外国人会出什么幺蛾子 他说北京啊 应该说是中国最严肃的地方 而天安门广场呢 也是北京最严肃的地方 他当时只是走开了一会儿 跟司机联系了一下 车应该停在哪儿比较合适 结果就是这一会儿的功夫 一回头 他团里面那些国际游客 外国游客 被中国的警察给团团的围住了 他脑子一下就懵了 于是走过去就问 原来才发现啊 这个国际游客 居然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认为 或者说中国的公安认为 做了一个非常不严肃的事情 就是倒立过来拍照 于是警察要求国际游客 把照片删掉之后呢 对他们进行了教育 教育什么呢 估计就是告诉他们 在天安门广场 应该怎么拍照 你的姿势应该怎么摆 你的腿 你的手 你的眼神 应该怎么做 反正总之就是批评教育吧 于是这个导游啊 就说啊 求求他们了 求求他的团友们 千万不要做这种危险动作 不是说这个倒立动作本身危险 是你在天安门广场 做倒立的动作 他本身就特别的危险 甚至他都觉得打死他都想不到 这些团友们会给他整出这一出来 你打死都想不到 他们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倒立拍照 他们啊 也打死都想不到 在天安门广场上倒立拍照 又怎么了 犯了中国的哪条法 哪条计 你看人朝鲜就有这个标准 并且有人专门的教导游客拍照 所以我建议中国啊 将来专门设立这个部门 外国游客去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标准的拍照的比例 姿势免得他们无心之失 更是坑苦了这个导游 在4月15号的晚上 在北京呢 有一个小区 叫做北京的零和月圆小区 有一个司机啊 就开到这个小区 因为他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他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的时候 他当时就发现有一群 这个不明身份的人 站在那应该是有一些诉求 或者跟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纠纷 结果当他把车开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啊 有一名妇女就顺势就倒在了他车的前面 伍野管不管呢 管不管啊 管不了 管不了 你妈比海南的哥上这儿牛逼的了 你妈比你是谁啊 你妈比你是谁啊 我怎么了啊 那明显的这名男子呢 就第一感觉 这是在碰瓷的 于是他首先要求物业来管 可是物业表示呢 管不了 于是后来他赶紧就坐在车里面 报警 给当地的片警民警打电话 警察呢 赶到之后啊 一开始是在车下面 来劝这个倒地的妇女 让他起来 可以处理一下 我觉得这个 有什么记录音吗 你是表索吗 现在人太多 我也不知道跟你说啊 因为整个的过程当中 这名开车的男士 有行车记录仪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了 所以他内心来说呢 是有理有据的 所以他也不害怕 一开始是觉得 利益完全是在他这边 把警察叫过来 只要给警察看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记录下来的当时的实时画面 这事啊 就解释清楚了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警察没有任何的作为 不但没有他起初想到的那种效果 反而最后警察跟他说啊 他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门口的民众众多 没有办法解释 而且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但是你看 人家人多 你呢 下车来跟他们解释一下 到了最后 警察居然劝这名司机 让他出来跟大伙道歉 哎 警察 你们能不能保护安全啊 事情不管谁对谁错 你要保护不了 你连这都不一样 你又要保护一下 你就保护好 你就走不了 别人 我干嘛 听不完呀 走走 这走不了 听我说 老子 听我说 神队提及人这么多 不是交进的时候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快要你工作 你工作 但是 我没说让你交进 你先说 你先说 没说让你交进 我也看着谁了 我朋友 您跟我 您先说 您怎么处理这件事 你这么多人围着 我觉得您应该先说 别离我车 我现在 我听我说 我驱递不了这么多人员 我明说 这么多道理性 要不然你看看 身头跟你说着 让他们把车往后倒上 我可以往后倒 但是您的保证 您的保证是保证谁的安全 把车往后先倒上 您得先把人驱选 我没瞎到 就因为我叫驱选 没有这么多人 好不好 你也没必要 说其他的 我说什么意思 这边是毕竟你 你跟着你 他现在没说你转 他现在说你吓着他 我也没吓着他 我知道 他不掰着 我打掌 咱们不想你也 懂吗 您啥意思 往后倒 你让往后 我可以倒 没事 我跟他没交进 我可以往后倒 别择人门 什么原因 不能择人门 对对对 我可以往后倒 但肯定是您的把现场 围绕出去好 别再我一倒 出现什么 我出现别择人门 那边有人给你看着呢 到吧 你从镜给我掰过去了 从镜给我掰过去了 看不见好 我冲油油 那边 那边看一下 把人往那蹭蹭 让我 让我 怎么了 下人了 司机就觉得更加的不可理解了 所以他要求警察呀 如果你们解决不了 你们就多调派点人来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害怕 现场的群众比警察的人数多 怕他们闹事 怕他们对警察不利 那你打电话呀 你多叫一点警察来呀 打电话 打电话又处理不了了呀 不是我的问题这个 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你看看 我说听那边啊 那边啊 那个好强 你往那边啊 你往那边啊 我先走点 走 来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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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行去 我前面一会来啊 我一趟他们来 起来就咋办啊 我上了 走 直接跑 外面 这都 想 hit 让我 要跑啊 让爬 谁阻 谁又跑 谁跑 小姐 attention 我这个 我这还不知道 现在只会了 听群众的还听你啥的呀 先让他下来 先让他下来 这大人不问他了 又咋了呀 不是 旧那里 平地当现就这么难是怎么办呀 你先下车 你呀 听我说同校的一记 这边没把车躲了 你先瞧一下 我确实是这么多老百姓 行不行 这种事啊 我到晚去你没头啊 你听我说 我都想看了 这也不是道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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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省了 咱们 我想咱们没毛的 你别听 好不好 行不行 行我呢 你们加警力吧 这不是我的问题 加警力吧 我们该把带头了 该弄梦好不好 中国警察呀 在维稳的时候 在接到上头的命令的时候 领导打电话来让他们去处理某个问题的时候 那他们的手段是雷厉风行啊 去了之后 不问青红皂白 直接把人给架走 抬走 一块黑布一挡 后面发生了什么 你完全不知道 怎么解释 官方说了算 可是当民众遇到这样的纠纷的时候 需要警方来帮助他澄清的时候 哎呦 这个警察呀 是左右为难 并且直接了当的说 你看 现场的人太多了 他也没有办法 那是不是咱们可以理解啊 将来上大街 喊习近平下台 喊打倒共产党的人越多的时候 这个警察会倒戈 站到老百姓的这边呢 也喊大盗习近平共产党关门 习近平下台呢 期待吧 期待中国的警察 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候 永远是站在人民群众里面 或者说永远是站在最广大 人民群众那边 期待吧